第八呢 云和明菩萨不必恼人 这是一位云 若晨应云 烦恼为其 不明为人 成灰 烦恼没起 这个不叫人 烦恼起来了 心里头如如不动 这是人 那说 若欲晨应云时 对方 拳打到掌 那手折错他 握口骂腻 欲如是中 心不动这 自明为人 这是真谛 要忍 忍不吃亏 别人没有动手 骂你 骂你 所以 喜而恭天 不要还口 他骂累了 他自然就休息了 就不骂了 你要是 你要是还口 骂得高兴 骂得没完没了 别人动手 打的时候 让 不动手 随他打 这个里头 要 明了 他拿拳头打 如果他拿着刀 那你就得要 要逃 你要逃避 因为这是有大伤害 决定不能跟他对打 拿拳头打 就让他打起 打不还手 他打几下之后 他打不下去了 必须还手才打得起来 你一方面打人 一方面让你 随你打 你怎么好意思 打下去 尤其是有许多人 则看到的 一般人 同情弱者 不会同情强势的人 所以他自然 就算了 甚至他就 不好意思 离开了 很多人看到 这些事情 在现在的学会 常常发生 小冲突 严陈大的灾难 都是不能忍 如果能忍 没有事情 自己稍微吃一点亏 考验 自己忍入不了 看这个境界心情 能不能忍 能忍就对了 握口骂力 这也是常常见到的 在这个境界当中 保持 不起心 不动念 不分别 不止住 没有怨恨 这是人 有怨恨 我现在力量低不过你 将来我再报复 这不是忍辱 忍辱的目的 是达到成定 这个有种 报复的念头 这个还是 有怨恨在心中 还是属于对力 还是属于 怨恨恨相报 阿雷也有这个因 将来一定会信心 所以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菩萨 若有人 来 启发 成会 也认 不启发 成会 也认 这叫菩萨 不必 恼人 这一句话的意思是 有人来 启发 成会 这是 没有人来 启发 成会 也认 这句话 意思是 没有这种 境界 自己有这个智慧 有这种 修为 就是 有这种 修行的功夫 一切时 一切处 遇到境界 它是自然的 这是菩萨 不是到这个时候 想到 佛说的 我应该要忍辱 那你还没有养成习惯 还没有忍辱这种习气 一定要有忍辱的习气 来吧 请不吝点赞 打托 请不吝点赞